翻译&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看到我们到来的这些小伙伴穿着的都很得体 因为我们是可以根据自己的体型特征 气质和性别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衣着 但是在科技领域的产品是不是也具有同样的包容性 和尊重性别差异呢 根据经济学人在2019年的一篇期刊文章里这样说 在科技领域 人们往往会按照男性的标准来设计和制定产品 却忽视了女性的需求 比如有很多防护装备都是以男性的体型来设计的 所以女性穿起来会特别不舒服 又比如有很多电子类的产品 硬件装备还有游戏手柄 还有很多工具类的产品 设计师都是以男性的手掌大小来作为参考标准的 所以女性使用起来会非常不顺手 所以我们不难发现在科技领域有很多的产品都缺乏了女性视角 而使得这样子的产品却很难很好的为女性服务 而女性又占了我们全人类的一半 但是我更想提醒的是 这些缺乏女性视角的科技产品 不仅仅是为我们女性的日常生活带来不便 它还有可能会威胁到我们的生命安全 2011年之前 在汽车安全带检测过程中由于仅使用了男性人体模型 而没有使用女性人体模型 导致那个时候的安全带的设计 不能很好地去保护女性的生命安全 根据数据统计显示 女司机在交通事故中出现重大伤亡的概率 比男性要高出了47% 没错 你听没错是47%这个数字 而这个数字背后可能是因为妻子 一个母亲 一个女儿 或者姐姐 妹妹 那么为什么在科技领域的产品 有这么多都缺乏女性视角呢 答案很简单 因为在这个领域 女性的从业人员实在是太少了 根据世界经济轮坛最新的分析 发表的数据 2020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中的数据显示 全球 只有26%的人工智能专业人士是女性 只有15%的工程领域的专业人士是女性 只有12%的云计算的专业领域的人 人数是女性 而我们的合作伙伴Saltworks 它已经是连续四年 被评为全球最佳女性科技人员雇主 这样称号 但即便是这样子的科技企业 她们的女性员工也只占到了39% 那么为什么在科技领域 女性的从业人员要比男性要少很多呢 我们有没有发现 女性在从小到大参与STEM教育的人数 要远远低于男性 那什么是STEM呢 可能我们很多人没有听过这个词 它是英文单词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 这四个英文单词首字母的缩写 它也就是说我们平行所说的这个理工科 那我们回想一下 从中学到大学 我们身边是不是学理工科的女性 要远远少于男生呢 根据2018年全国高校男女生比例排行榜的数据 我们不难发现 理工科院校的男生人数要远远多于女生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 由于女性参与STEM教育 或者理工科专业的人数要比男生要少 所以导致她们在从事STEM领域的工作人数 会更少 也许你可能会问 女生可能并不擅长于 学习或者参与STEM领域的工作 那是不是这样 根据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 与学习国家终点实验室的研究结果表明 男生和女生在学习语言数学过程中 所显示的相关脑区的功能 其实并没有明显的性别差异 所以人们通常认为 男生更擅长的STEM领域 其实女生可以做得同样的优秀 例如世界上第一个计算机程序员 自动洗碗机的发明者 世界上第一种商业编程语言的发明者 她们都是女性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我们如何让更多的女性来参与STEM教育呢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当时也没有想到更好的办法 对这个问题想的也比较简单 就以为给女性提供更多的STEM教育机会就可以了 所以我和国际计划的同事们 我们选择了去啃一块硬骨头 就是帮助乡村女童去参与STEM教育 那为什么是乡村女童呢 因为和城市的孩子们相比 他们的机会太少 从2018年9月开始 我们机构和当地教育局合作 在陕西乡村地区的中小学 开展了女童与科技项目 当时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为乡村女童提供这样学习的机会 激发她们学习的兴趣 自信心和潜能 所以我们帮着学校去建立了 校园机器人社团 更鼓励女生来参与 但没想到的是 孩子们的学习能力都超强 很多女孩子没有用过电脑 所以她们必须要从学习 如何开机 关机 使用鼠标开始 到跟着电脑去学习在线的课程 但是她们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她们就可以和小伙伴制作出 她们第一个机器人编程的作品 我还清晰地记得 当这些孩子们 发现她们以往学的数学知识 物理知识 不仅可以应付考试 而且可以用来运用到实际操作中 去解决实际的问题的时候 她们感到非常的兴奋 也体验到学习的乐趣 感受到科技的魅力 我还记得有个小姑娘告诉我 她敢修家里的东西了 她把家里的自行车修好了 其次呢 我们还给这些女孩们提供一个 分享和展示她们学习成果的平台 就是每学期会组织校园科技节的活动 然后让男孩女孩们 她们去把自己的科技小创意拿出来PK一下 我记得有一次激烈的PK之后 这些女孩们几乎同时喊出了一句话 叫做女生不比男生差 然后我们发现其实仍有一些乡村老师 她还是持有女生学不好数理化这样子的观念 所以我们为老师学生提供了性别平等方面的培训 让她们对性别有了新的认识 然而就当一切发展都很顺利的时候 我们遇到了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 就是我们发现当女孩们在学习过程中 特别是当她们遇到挫折和挑战的时候 她们往往害怕失败 然后容易去选择退缩 比如说当她们跟男生一组去搭建一个更难的机器人项目的时候 男生往往会表现出精神抖擞 跃跃欲试的那种态度 但女孩就害怕失败 她不敢去操作 她会在一旁静静地看着男生去做 然后当女孩编程时看到屏幕上不断地会出现错误提示的时候 她们总会表现出紧张和不安 对自己失去信心 甚至有的女孩会提出来她是不是不适合学编程 她要退出机器人社团 所以这个让我们非常困惑 就是为什么这些女孩在这么小的年纪就开始否定自己了 于是我和这些女孩们展开了一场对话 然后我听到了这样子的声音 老师 我挺喜欢动手操作的 但是我特别害怕男生来嘲笑我 说我笨 老师 编程挺难的 我试了很多遍 我是不是自己真的没有这个能力去学她 甚至还有的女孩会说 我的爸爸妈妈告诉我 女生学不好数理化 学编程也没什么用 长大了 我当个老师也挺稳定的 所以我们发现 周围的一切 不断地向这些孩子们传递一种声音 就是因为你是女孩 有些方面你就是不如男孩好 直到这个时候 我们才深刻地认识到 导致女生放弃学习STEM的 正是一直压在她们心里的那个强大 而有隐秘的小怪兽 这个东西叫做性别刻板印象 而这个东西不断地会出现在这些女孩前进的道路上 导致她们总是特别在乎别人对她们的看法 特别害怕失败时又被贴上智商不够的这个标签 所以她们 当她们面临挑战的时候 她们容易产生焦虑和分心 无法专注于去解决眼前的这个问题 所以她们表现也就会越来越差 那么我们该如何帮助这些乡村女童 去战胜这些小怪兽呢 我们认识到仅仅给她们提供 平等的STEM教育机会是不够的 我们必须要打破学校现有的生态 学习生态圈 让这些女孩有机会去接触科技领域里边的女性榜样 所以我们想到了去 让科技企业的员工能够参与进来 让孩子们听到不一样的声音 于是我们联系了不同领域的科技企业 组织线上和线下的科技工作坊 当孩子们看到大数据是如何使交通系统更智慧 人工智能如何让医疗变得更智能的时候 孩子们感到非常的兴奋和好奇 也认为他们学到的课本里从来学不到的这些知识 同时他们也深刻地认识到 科技人员就是这样不断地去挑战困难和失败 才能设计出这么棒的产品来 我们带着这些女孩子去参观科技企业 让这些女孩们有机会跟女工程师 女设计师有面对面交流的机会 当孩子们亲眼见证女性在科技领域做出的贡献和作用的时候 这些来自乡村女孩的眼里面她们会发出光 很多女孩最后她们产生这样的想法 就是我长大以后要像她们一样和她们一起工作 我会加倍努力好好学习的 此外呢为了帮助女生去用积极的心态去面对挑战 从失败中去学习 2020年我们和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的专家老师们合作 率先把成长性思维纳入到STEM课程里 用科医练习来培养女生成长性思维的这种模式 其实性别刻板印象它就是一种固定式思维 认为我们的人的能力和智商是由性别决定的 是天生的不可改变的 而成长性思维却告诉我们 人的大脑不是固定不变的 你只要不断地去锻炼它使用它 它就像一块肌肉一样会变得越来越强壮 越来越聪明 孟元是我们项目学校一个五年级的小姑娘 她的父母都是农民在县城打工 在加入机器人社团之前呢 这个孩子学习成绩很一般 老师眼里面就是一个只会死读书的这种孩子 在加入机器人社团之后刚开始 他也是这样子 就是没有任何创意 只是按照老师说的一步一步去做 老师发现这一点后就开始鼓励他 你不要怕犯错 你要敢于去想象 所以在老师的鼓励下 他变得越来越爱思考了 也敢于和老师和同学们去讨论 还时不时会冒出很多很有创意的点子 而他的学习成绩也在不断地提升 在学校的一次科技创意大赛中 他和他的小伙伴制作出来的作品 获得了全校第一 在2020年的12月 小孟元做出了他人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 就是成为他们全校第一个参加 全国青少年机器人等级考试的学生 因为他们当时报名晚了 他准备的时间只有不到一周的时间 但要准备很多内容 我和老师其实都没有任何经验在这方面 所以我们大家都为了他捏了一把汗 但是小孟元非常努力地在面对这个巨大的挑战 每天晚上认真地去练习 最后当然他顺利通过了这个考试 也拿到了证书 而且成为他们全校所有男生和女生心目中的榜样 通过医学期的干预实验和前后测评研究结果 让我们看到参与成长性思维干预的122名女童当中 他们的成长性思维 积极失败观 自尊 自我效能感 学业求助 还有毅力 各方面的能力都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特别是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 其中有57名女童 学业学习困难的女童 她们以往考试成绩不及格 但是通过一学期的努力 她们的学习成绩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而且就是她的数学成绩提升的会更为明显 所以一路走来 我们也越来越坚信 一旦女孩拥有了这个成长的力量 一旦她有了更强的自信心的时候 她们身上就会迸发出巨大的潜能 目前我们的项目已经在陕西 云南和宁夏 有52所乡村学校 为2350名乡村儿童其中 有60 50 女童 提供了学习STEM的机会 就在今年1月份 我们有10所项目学校 被陕西省教科院评为 陕西STEM教育实验学校这样子的称号 这个对于西部地区的乡村学校来说 确实是莫大的鼓舞 当然我们也清楚地看到 在促进女性 特别是乡村女童 在STEM教育方面 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需要你们每一个人的参与 陪我们走完这段长征 如果你是来自一家科技企业 你是不是愿意为这些女童 提供一个学习交流的机会 或者是一个就业的机会 这可以使你们的科技产品 饱含女性的温度 如果你是一个女孩的父母 你是不是愿意为你的女儿 放弃对他已有的评价 给他提供一个更平等的机会 环境 让他的人生充满更多的可能性 如果你是一个女孩 你是不是愿意站起来 走出自己的舒适圈 到一个别人认为你不行不会的领域 去闯一闯 或许 几年后 你会成为一个女工程师 你设计出来的产品 一定会照顾到更多女性的需求 谢谢大家 好 有点 好 看 这么多感觉 这么多的 没有 找一无 相 没有 这